欢迎来到诚心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势不可挡 肖战在成央视作上宾 首秀定当大年初一 黑粉开始慌了 近日剑网三游戏杠上肖战的消息频出 剑网三游戏策划级玩家对肖战进行恶意诋毁 抹黑的消息在网上转得沸沸扬扬 引起轩然大波 不禁让人认为肖战捏了一把汗 是否要重现当年277事件 不过 此次肖战工作是非常的刚 第一时间响应此事 发布律师韩并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肖战权益 严厉打击这种不良行为 随着事情的发酵 黑粉也开始慌了 央视听闻此事力挺肖战 发布图片配文是非在己 毁欲在人 得失不论 简洁明了地阐述了关于此事的看法 也总结与此事类似的道理 在甚或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种事情 一定要矜持本心 不要被影响 也不要人云亦云 针对肖战被恶意抹黑诋毁一事 各方人士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管控网络暴力 管控网络暴力已经刻不容缓 很多人都被网报所伤害 令人心痛的就是近日留学周的离世 虽然被黑粉的恶意诋毁 但肖战在各大品牌 电视台眼中是三观正 充满正能量的艺人 不会被网络上的言语所打扰 肖战再次成为央视的做上宾 肖战参与了冬奥会的宣传 和肖战一起打卡央视的 《我的冬奥会奇遇记》 一起为北京冬奥会加油 为中国冰雪加油 与肖战合作的多个知名品牌 也陆续放出的物料 肖战关于今年春节的安排也陆续出现 肖战2022年虎年首秀定档大年初一 中国文学艺术界春节大联欢 简称文联春晚 这是肖战第一次登上文联春晚的舞台 据悉 肖战此次与胡夏搭档 演唱歌曲《最可爱的人》 致敬每一位守护祖国的人 文联春晚将在正月初一开始 陆续在各大卫视播出 大年初二 肖战将会出席2022 二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 由广电总局举办 肖战自复出后的发展就势不可挡 先拍了军旅剧王牌部队广授好评 又拍了玉古瑶 网络盛传的梦中的那片海也在筹备当中 前些天网络上也赚肖战将与成龙合作警匪片刀刃 与杨子合作的余生也将在2022年播出 肖战今年真是好消息不断 从侧面证明了肖战并不是黑粉所诋毁的那般不堪 他的优秀 人品在认识他的人心中是非常好的 肖战未来可期 年轻人们 大家都在准备着新年礼物 而另外一批人也忙得不可开交 那就是娱乐圈的明星们 提起过年 大家首先是想到的是春节联欢晚会 近日 就在大家关注央视 以及各大卫视春晚阵容的同时 网上突然之间透露网络 视听年度盛典的嘉宾阵容 当然并没有官宣了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网上爆料的嘉宾阵容 肖战会携手两位在影视剧里的合作搭档出席盛典 然而这样的好消息 真假属实分不清楚 作为粉丝 有粉丝表示非常期待 这样的阵容非常强大 有很多我们喜欢的艺人 确实值得期待 另外更多的粉丝表示太假了 说好的有肖战路透 结果只是所谓的嘉宾阵容名单 更不用说从官方到艺人都没有透露出任何的动态 这让我们如何相信 总之 我们是期待和支持肖战的舞台 但前提是得到官宣 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舞台 这样我们才会期待 所以说 与其期待这样的网络是听年度盛典 不如关注春晚舞台 毕竟肖战多次加盟各大卫视的春晚舞台 相较而言春晚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我们大家也会更加期待一些 为什么肖战会再次登上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呢 铁粉都知道他曾经两次登陆东方卫视的跨年演唱会 今年虎年已经是他第三次来东方卫视了 记得去年的春晚上 肖战简直帅出了圈 穿着红色的外套 留着一头流利的短发 帅气的外表 站在舞台中央一口气 唱了三首歌 引得台下的观众连连称赞 更让他的粉丝未知疯狂 由于肖战在去年春晚的优秀表现 使得他2021年这一整年的广告和电视剧都一个接着一个 当然了 这与他自身的优秀表现 以及精湛的演技是分不开的 不得不说肖战是一位非常好的艺人 肖战前几年也经历过人生的低谷期 没有电视剧和广告商来找他合作 去年春晚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以及一厢人 风格各异的歌曲 带来了不同的舞台 每一首歌似乎都在诉说着自己的心情 真是让人赞叹不已 今年的虎年春晚 肖战再次登上他熟悉的舞台 用自己的优秀作品让那些黑粉无言以对 使金子总会发光 最后小编祝愿肖战新的一年万事如意 也希望喜爱肖战的粉丝们越来越好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e video please click the subscribe button to receive the next interesting videos happy new lunar year see you again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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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